北京十九2月24日,正在巴西关信的中国队员,参加了圣把联续型的田径比赛。 其中,跳远名价,全名护亚军高兴龙,以巴米十当赢得冠军。 一举达巴哈市锦赛巴米十七的参赛高者,成而本校进黄长征后,又为了成功打标的中国选手。 高兴高兴龙,高兴龙关系跟随南美分队来到巴西训练。 此色南半球正处于训练,训练于人,适合训练。 经过一个更训,高兴龙状态不错,这现就以巴米十当取得开门红。 说明他来到南美巴西训练是认识的选择。 2018年底,到2019年初的更训,中国田协采取小组业地高兴的策略。 除了大阳州,其他大州都有田征国首驻招训练的身影。 期待取代异地训练,全面开花的效果。 高兴龙是非人交名匠。 适合于1994年,身高1米85,很早就录出昨夜的跳乐篇幅,且战绩辉煌。 2014年20岁的高兴龙,在南京市内赛,跳出8米03得冠。 成功入入中国巴米俱乐部。 实验和名将李金哲出校园穿要运会。 高兴龙以西米86获得季军。 李金哲获得冠军。 2015年高兴龙和李金哲、王嘉龙组成中国跳远三剑课,成功上入跳远决赛。 高兴龙中菜火热。 第一跳就跳出8米14。 最后一跳原本有望突破8米20获得一枚铜牌。 但由于对付后满布松动,花了一下沙面。 导致成绩只有8米02。 高兴龙只能一号以8米14获得第四。 无人讲坛。 他愿门地乙。 现场摄毁后满布。 2017年天津全民会。 高兴龙以8米18获得让军。 高兴龙是中国男子跳远的佼佼者之一。 近年来,中国男子跳远出现了天才景喷的好现象。 能跳出8米15以上好成绩的不像四位。 以至于中国田径向日幸福的烦恼。 往复盗赛不知道怕谁出战才好。 因为都太运气了。 当然也有顶尖的选手。 李金哲和王嘉龙跳出8米47。 15号跳出8米43。 高兴龙也跳出8米34个人最好成绩。 但我们有了保持平常心。 因为当今世界男子跳远正俊瑞一个富星阶段。 跳出8米40以上的英勇俊勋不像女的子。 古巴天堂当去老里亚和南京的曼永江。 2019的哈世锦赛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票远决赛将进入到日后的激烈阶段。 中国男子跳远要奋勇前进。 不断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。 才能战据最高点。 加油! 中国队 欢迎各位留言看法 喜欢甜甜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